豉油鸡翅 豉油鸡翅很容易煮 我平时会买一支现成的豉油鸡翅汁 这种方法是跟着这个食谱的方法 唯一不同就是 今天这个食谱 我是跟了daydaycook.com自己教的汁 如果你不想自己教 你其实是买一支豉油鸡翅汁 你就把汁移除了那支豉油鸡翅汁就可以了 这个汁我家人吃过就觉得味道是很好的 但这次我浸得不够久 所以鸡翅不够入味 所以其实你可以跟这个食谱 到最后你就烤鸡翅再久一点 材料就是十只鸡棕翅 我就改良了食谱少少 食谱要四片姜 我就要六片 三粒蒜头和一粒八角 根据食谱就要将鸡翅出水两分钟 其实平时我都会这样做 但我会加多两片姜 于是我就改了食谱 由四片姜变六片姜 出水后就教个汁 汁就是要两个汤匙的生抽 两个汤匙的老抽 四个汤匙的水 一汤匙黄糖 和一茶匙的绍兴酒 你将这些材料拌均匀就可以了 接着就充热锅 加少许油 炒四片姜 和三粒蒜头 炒它两三下之后 就加上鸡翅 炒它两分钟 然后就加一些汁 这样就拌均匀 其实最好就是鸡翅浸在汁里面 然后就加上粒八角 然后盖上盖子 转中火去煮它 食谱就没说煮多久 它说煮到汁收了就可以 那我就煮了大概二十分钟 刚才也说过 觉得不是太入味 所以我会用我炆五花腩的方法 我会煮它二十分钟 再焗它二十分钟 可能再煮十分钟 再焗十分钟 那下次再试一下 或者你也跟下这个方法试一下 行不行 好啊 啊 一门 好啊 然后